2022年我们经历了很多 我们将迎来新的2023年 很多人都想知道2023年会发生什么 根据一位未来人的预言表示 2023年或许会更糟 因为他预言2023年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位自称是2906年的时间旅行者的男子警告说 他说美国政府在圣诞节公开了金字塔的起源 来自于外星的生命 他说我是一个时间旅行者 很快我就会带8个人到未来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 我会随机的选择8个人前往2906年 他们将会看到人类造成的混乱和破坏的世界 并在他们回来时阻止他 这不仅可以证明我是一个时间旅行者 还可以让你有机会看到未来的地球磁场将会发生逆转 人类只能寻求新的地球 或者是回到过去去修复自己的错误 哈喽大家好我是宜哥 哈喽大家好小唐 根据英国每日新报 2022年12月15日的报道 男子在社交网上就发布了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 从而获得了很多粉丝 最近的一段视频中 该男子称一个敌对的外星种族 以前曾访问过地球 很快他们还会再回来 他写到注意2022年的12月25日 美国政府公开金字塔是由外星人建造的 他们试图控制银河系 他们将金字塔放在他们接管的每个星球上 如果这个星球有其他生命的话 当他们最终会回到我们的星球的时候 他们将开始第一次地球战争 他们来了 而看过视频的观众们 对他们就评论分成了两集 有些称关于外星人建造金字塔起源的阴谋论即将成真 而一位运户就写道 所以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 我并不感到震惊 另外一位补充道说 这不会是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了 然而还有许多人不相信这是可能的 并在评论中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说金字塔是由那个地区的人建造的 他们具有广泛的数学和工程学知识 另外一位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 但逻辑让我退缩了 那么这位未来人还表示 在2023年地球的轨道将会发生变化 这是一次突然的事件 如果地球的轨道发生变化过大 人类的文明将会就此终结 根据欧洲和俄罗斯的一些科学家 对地球轨道100年来的数十万份研究资料分析 地球与太阳平衡距离 每100年就会增加7到15米 研究就认为地球不但公转 轨道在变化 而且自转也在变化 也有变得越来越慢的趋势 一些科学家通过对珊瑚还文的研究 认为在3.7亿年前 当时的一年有400天 一天有22个小时 而地球的自转线的速度 每秒达到500米 所以地球一直在变化 地球未来的公转 轨道会不断的远离太阳 不过这个变化是很缓慢的 这些变化将会给地球带来小冰河期 人类目前最终要应对 自身给地球环境带来的影响 来挽救自己的未来 不然就是夏天会很热 冬天会迎来小冰河期 而爸爸万家曾经就预言 在2023年地球轨道也会发生变化 而是一次突发的事件 如果地球的轨道发生变化过大 人类将有可能面临地球之外的灾难 我们都知道 世间万物的生长都需要太阳 地球上的气候变化是靠太阳 所以地球上的太阳运动的轨道发生了变化之时 地球受到太阳传输的能量也会随之改变 从而就影响地球的气候的冷暖 这一变化在地球几十亿年的历史上不断的上演 如果轨道偏离过大 北极的冰川将大范围融化 导致全球的水位不断上升 威胁人类的生存 同时全球的饥荒会进一步的增加 极端的天气 自然灾害将愈演愈烈 极端的高温将杀死更多的人 届时洪水 风暴 地震的灾难 很有可能会集中的爆发 人类的文明将会倒退回石器时代 那么蔚来人在22年7月18日发布的预言视频中就表示 23年将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 特别是由于核武的出现 一般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甚至可能会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 虽然世界末日现在离我们很远 但是在以前的地球上曾经也发生过 因为灭绝伴随着地球的历史 动植物无时无刻不再消失 地球上曾经存在的所有生物当中 约有98%现在都已经灭绝了 而这些灭绝事件很多的共同点都指向了 在地质短期的时间尺度上发生了严重的气候变化 所以说如果发生全面的核战争 将会引发重大的气候问题 特别是核冬天 核冬天将会在城市爆发核战之后 烟雾阻挡凉亮光 导致了低于冰点的温度吞噬世界 而且在战争之后 城市和工业区的巨大火灾也会引发风暴 将大量的烟灰注入高层大气 这将会蔓延并迅速冷却地球 这将影响陆地海洋的生态系统 早在1947年 科幻小说作家布尔·安德森 就在其标志性的世界末日的故事《明日之子》中 就描述了全球核战争引发冰河期的时代背景 在近期的历史中 这种类似于核冬天的情况也发生过 在1991年 菲律宾平流火山 皮纳图波火山的喷发 使全球气温下降了大约2到3年 如此巨大的喷发将大量的气溶胶和尘埃注入平流层 就导致了火山冬天的出现 使地球的地表正常的阳光减少了大约10% 而导致了北半球平均气温下降了0.5到0.6摄氏度 全球平均气温下降了0.4摄氏度 这种情况下 北半球的农业区 每天的最低气温将会低于冰点 而这种结果持续一年到两年多的时间 平均的地表温度将比18000年前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更冷 长时间的寒冷将会导致平均的降雨量减少90% 数年来植物的生长季节将完全会消失 这将毁灭大多数的生物 而这个未来人他还透露说 他并非是真正的地球人 而是来自于一个未来的外星种族 他此行回到21世纪的地球 并非意外 而是带着修复宇宙的任务 那么说来说去 他自称其实不是地球人 这似乎回答了我们开篇的问题 他不是地球的未来人 他是来自于其他星球的 他告诉我们地球如果不出意外 会在2023年经历一场打劫难 如果人们可以坚持过到2030年 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力量出现 而使得人类出乎意料的生存下来 未来人还讲到 其实地球只是庞大宇宙中的一个小的系统 虽然它渺小 但是就像沧海中的一粒沙一般 也是受到某种力量保护的 因为如果该系统出现问题 整个宇宙的生态就会崩塌 所以宇宙中会有很多像未来人一样的修复者 他们来往于各个星际之间调查异常事件的真相 修复宇宙系统的bug 而由于量子对撞机而产生后视效应 就是他们在努力修复的 那么同时这个未来人还讲了一大堆 未来大事件的时间节点 他说2030年后呢 世界首架空气动力 无异电磁空中飞行器将闻失 它将是能够盘旋或垂直起降 然后在这个机身呢 涂上一层涂层呢 就能够采集太阳能 在2035年呢 无线充电技术就成熟了 所以到时候呢 我们在室内或任何交通工具当中啊 手机个人电脑都可以自行充电 无需插线 也不需要放到无线充电器的上面 而是在空气中无线充电 那么在2040年呢 量子效应集成的电路制造技术将突破 使量子计算机呢 逐步就并入了实用阶段 计算机的使用会越来越简单 计算机储存器和处理器 将集中在一个芯片之内 使信息的采集传输 储存处理等都集成在一起 个人量子计算啊 将主要采用人体生物电作为供给 随身携带呢 更方便 而眼镜显示器成为主流 2045年呢 量子发电机运运而善 超越了量子效应障碍技术呢 将达到实用化水平 采用纳米科技产生芯片 纳米计算机将投入啊 批量生产 而科学家们甚至将研制出 能够制造动力源 与程序自动化的元件和装置 将在白令海峡建成海底隧道 连接世界五大洲 一百多个国家的 环球高速公路建成 2050年呢 人类将迎来全塑料机械时代的到来 广泛会使用廉价的塑料芯片 显示器的部分呢 会采用发光塑料 性能呢 更胜过液晶显示了 同时 他们还能够照亮整间屋子 取代传统的灯具 在2060年呢 人类首次正式与外星文明 开始接触 开始全面了解外星文明的历程 届时呢 宇宙生物学将创立 并且呢 外星文明史呢 也将正式载入我们的史书 石油呢 届时也枯竭了 世界经济啊 将在那个时候 进入了后石油时代 世界上第一座 高效而清洁的 商用核聚变发电站建成 而且呢 在新能源领域呢 大容量的地磁力永久性的充电电池呢 将被发明出来 在2065年呢 百万人将会用冷冻树呢 让自己啊 移民到未来 因为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 利用基因技术呢 创造出大量的新的物种 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 将发生革命性的突变 到2070年呢 海水淡化技术将突破 廉价与安全的淡水啊 将为缺水的国家 带来真正的希望 而海洋农业大量发展呢 各种各样的海藻将被大规模养殖 2080年呢 世界上第一家 环地球空间轨道的 太空西尔顿饭店建成 届时呢 上太空旅游呢 将成为热点 在2085年呢 真空管道磁悬夫列车啊 在全球范围里进行商业运行 将会把亚洲到北美洲的距离 纳入一小时交通圈 时速呢 会达到18000公里每小时 2090年呢 开发出预防恶性肿瘤的新技术啊 对人体细胞DNA复制的人工程序化控制呢 比如说检测与修复 这是人类攻克癌症的一大胜利 成千上万的纳米机器人啊 会成为人体内第四种血细胞 他们负责清除血液中的油脂 清除血栓 疏通血管 届时体外生育啊 变得非常普及 因为能够代替人类怀孕及生产的机器 人造子宫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并且这种机器还可以杜绝一切先天性的残疾 机器人医生自动化诊断 治疗 做手术 精密程度已达到亿万分之一的误差率 所以手术的创口 则用医用干细胞塑干胶水来进行缝补 创口能够在一分钟之内愈合 愈合后呢 不会留下任何疤痕 在2095年呢 太空升降电梯大规模的运输 采用太阳能动力的机器人呢 在三英尺宽的纳米管太空升降机上 以每小时120英里的速度升降 从而使向地球轨道运输材料成本啊 每磅1万美元下降至100美元 将淘汰所有的运载火箭 所以世界上第一个太空城市啊 逐渐的就开始建造了 将陆续的有移民迁入 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交流呢 将更加的便捷 仿佛向人类之间的交流 而机器人也可以读懂和理解人类的思想 人类呢 可以把脑电波转为电波信号 直接用意识操控啊 电脑系统的任何机械 甚至演奏乐器也无需动手 而2110年呢 太空飞行器技术将发生爆炸性突破 核聚变火箭反物质飞船 以及利用太阳风作为能源的 太阳风帆太空船呢 将够进入实用阶段 此外呢 去月球旅行将成为一项很流行的活动 世界第一座高度超过3000米的建筑也竣工了 人类首次呢 登陆木卫二 就地利用其表面的冰呢 来取水 并开始建立科考基地与殖民地了 在2120年呢 将诞生世界上第一台造梦机 人类可以控制自身的梦境 如果白天没有时间看影视剧呢 那么在晚上的睡梦中啊 也可以如愿与偿 并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2130年呢 在技术上解决了辐射反馈等 兼具困难之后呢 人类史上首个虫动的 时间机器诞生 首次缩短时间旅行实验 圆满成功 人类即将进入大时空航行时代 遨游于地球上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空 整个地球史将成为成体 同时 众多已绝种的物种再生 甚至包括恐龙 届时呢 真正意义上的史前公园出现了 在普通的餐厅里 将由恐龙蛋够年平常 在2500年呢 全球合一 将会撤销一切海关贸易 届时人口流通完全自由 所有过去的领土纠纷将终结 世界上第一部保障机器人 人权的法律将颁布 到了2906年呢 地球磁场发生逆转 在数千年的转换期间呢 逆转会破坏能量网络 损害宇航卫星 加大车网层空间 搞乱鸟类 鱼等动物迁徙 随着横跨两点的 虫动理论的应用呢 人类首次登陆太阳系以外的 新的地球 而一些时间旅行者呢 则会回到过去 修复此次错误 所以他说 我作为未来人呢 选择回到2023年去修复错误 对于2023年呢 其实物理学家霍金 也曾经做出过预言 他表示2023年 是人类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从2023年开始呢 人类将逐渐的进入冰川时代 也就是小冰河期嘛 经过这个寒冷而漫长的时间呢 到达2200年的时候呢 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会彻底恶化 当然了 也不用过度的悲观嘛 因为未来人 我们无法证明 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预言呢 大多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想象 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呢 来看待一切的事物 我们人类呢 应该多关注生活中 能够改变和控制的东西嘛 对自己已经拥有的 应该感到知足才会幸福 所以应该珍惜当下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就讲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和关注 宇哥小唐的频道哦 拜拜 拜拜